陈怡如、菜颇景 我们居住在海洋之上 大家有想过自己居住的土地 以前曾经是一片海吗? 陈怡如与菜颇景合作的 我们居住在海洋之上 就是从他们在台南南区 居住的经验为灵感 摊开古地图跟现在的地图做对照 短短一百年 有好多地方从水面下浮起来了 还没走进展场 就会先看到一个由 保利龙海肺雕琢而成的壁戏 从地面伸出头来 展场里成串堆叠起来的翻模瓶管 是艺术家观察到 他们邻居堆叠回收物的习惯 他们去收集曾文西出海口的泥土 翻模而成 串起来之后 就像是磕棚下的磕串 原本应该在浮棚下面的磕串 在展场里堆到像天花板那样高 代表着台南的沿岸景观变化的历史 也代表着很多观众们的家 以前也许一样是在水面下的哟 多个萤幕里播放着 路尔门天后宫中 妈祖船舵舵手 抹香金博物馆里的 金鱼谷标本 小白鹿标本 以及南场戴天府 保安宫中的臂戏 用特效的方式让他们开口 用第一人称的方式 来表达他们对这块土地的观察 对艺术家来说 他们用这样子的方法 是希望以非人的视角 回看这片土地 以原土塑造人生活的痕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